成大在今年的非聯招收生安排上混亂 面試時間衝突令不少同學要被迫放棄其中一科面試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社會關注組 與非聯招入學關注組 連同幾位受影響的同學 一起到成大舉行集會和請願 要求校方給予回復 同學如果是普通那一科的時候 而這個成大的非聯招入學的收生程序 是採用這個軍學系去處理的話 的確是有機會去出現一個時間相撞的問題 但我就相信這個問題 校方在決定採用這個方式去收生的時候 是不可能清楚會有這個問題出現 為什麼在校方沒有一早去想一個方法去處理這些問題 而是這麼簡單地把這個疾病推斥給這些學生 要學生去承擔這個制度上的流動呢 我們都在五月頭的時候 就和人民社會科學院那邊做過一個自由的溝通 但是那邊在五月七號做過一個回應 就是說會把這件事交給兩個不同的部門去處理 因為這個面試crash的事件 只是不同的部門他們的一些問題而已 但很可惜今天已經五月二十九號 我們都還沒收到任何真正的確實的回應 但是在昨天呢 我們就見到香港局立媒體就出了一篇新的文章 就是呢 他們和那個City社會科學院的副學長 黃成榮博士的電話訪談來的 那那個訪談內容呢 原來呢 他們這兩個department在兩個禮拜之前呢 已經開過會溝通 但是我們都不明白為什麼他們開了會溝通 但是到現在都還沒向我們這一班受害受影響的同學 再出任何的回應 人民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黃成榮也有到場 並邀請眾人召開會議 而解釋相關事項 不同的學系呢 他們去安排interview呢 他們都不會夾的 因為呢 過去運作了那麼多年呢 都沒有需要協調的 所以呢 他們沒有出錯的 過去都是這樣做的 他沒有錯到的 還有你就算全部拿出去 給所有公證 其他人去評 他們是沒有做錯的 程序是產生了 令到你們不開心 這就是事實 我們學院會做協調局 在明年 我們會在一個時限裏面 是會通知學系 問他們的interview schedule 然後請他們提供 如果有錯的 我們要他們協調 這個我可以promise 你沒有 因為這個就是矛頭 在我學院裏 同不同意 所以你們傳來我們學院 我們學院做回我學院的事 同不同意 雖然遠方在會上作出回應 但對今屆受影響的同學 以及來屆的實質安排 仍要留待成大校方的書面回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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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